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是中国年的年三十 祝大家平安健康 虎年大吉 我这里呢 中国年的气氛不算浓 或者说我家过年的气氛不算浓吧 所以呢 还是给大家看几颗 我新年前团购的兰花吧 这里一共是六颗 其中的两颗呢 是卡特兰 一颗呢是大花文心兰 后面还有三颗蝴蝶兰 那我就一颗颗给你看一下吧 先看这颗 卡特利亚Royal Connacht Wilson 这株呢 是一株蜡质的红花 带斑点的卡特兰 我想要很久了 所以这次呢就 定了它 它的植株呢 还算是蛮大的 不过呢 根就很糟糕了 因为团购的兰花 要减易 要长途运输 所以的话呢 到我手上的时候呢 根基本上呢 就全部减了 我呢是今天下午才上的盆 因为没有什么根呢 所以每一株花呢 我都是用了一条铁丝呢 来固定它 不然的话呢 都做不到盆里面 过杆子看起来呢 还挺饱满的 而且呢有一个花芽 因为没有根 这个花芽呢 是否能打开呢 我很怀疑 因为它实在是有点太小 第二株卡特兰呢 是Doris and Brian Christmas Rose 这株呢 我之前是有过的 朋友喜欢就拿走了 所以我又定了一颗 它带着一个花包 仅此一个 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开的 希望吧 这是两株卡特兰 下面这一株呢 是Belera Kutchen 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它本来是有一个 很长的花芽的 但是碰断了 现在只有两个花包 希望能开吧 Belera呢 是文心栏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一类 大花的 非常好看 据说它有清香 但是呢 我不是很确定 还有另外三颗呢 是蝴蝶兰 这一株呢 是Phalenopsis Palens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这株蝴蝶兰 我在网上查了它的样子呢 特别可爱 主要呢 是它特别容易长顶牙 侧牙等等 就是说能长一大堆新牙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很想尝试一下 它的花呢 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但是这株本身看起来呢 不是很健康 叶子呢 也比较黄 另外它的根呢 也非常糟糕 就这么几条 而且呢 还都是断的 所以呢 我打算呢 先把蝴蝶兰水培一段时间 等根长得比较好以后呢 才把它种到植料里面 你看它的叶子呢 也挺黄的 这是一株原生的 旁边这一株呢 是 Terraspis coffee 这株呢 颜色蛮少见的 看 还有花苞 虽然呢 这些花呢 看起来已经很不精神了 我打算呢 把它们摘掉 但是希望 这几个花苞呢 能开 蜘蛛看起来挺大的 但是同样根也是非常的不好 我就不把它拿出来了 同样也打算呢 先做水培 最后一株呢 还是Belina Srulia 蓝色的Belina 状态怎么说呢 还过得去吧 但是叶子上呢 有一个黑斑呢 在蔓延 所以呢 我今天把它剪掉了 根呢 有几条挺长的 但是似乎晃晃悠悠的快掉了 同样 先做水培吧 不过呢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花牙 但是根长成这样子的话呢 花牙也不一定能开 试一下吧 还好呢 都算是比较 大颗一些 这些呢 这些呢 就是我今年 新年前团购的几颗兰花 我知道会有很多朋友呢 问我 怎么团购 网址是什么 这些的话呢 我都不是特别清楚这个过程 因为不是我做的团购 假如你想买兰花的话呢 或许我可以帮你 但是这些团购呢 是我朋友团购的 我拿了一些而已 再一次 祝大家中国年快乐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